我们今年开始 就是我们之前强调的是领域跟领域之间 人跟人的协作 就是一起工作 即使我不熟悉你的专业 你不熟悉我的专业 我们可以透过创业彼此熟悉 那我们在今年开始会开始 人的学习跟机器学习也要协作 就是说把机器学习 人工智慧这一类的东西 开始加到每个元素来 我们来看创业过程里面 哪些是需要创一家做重复的事情 所有这些重复的事情 我们试着让机器学着做 我觉得我看这些题目 虽然目前实际看到成品 才看了就是第三个而已 但我看书面资料 我觉得比起就是1997年 我在创业的时候 很明显的就是 它的跨的领域变得比较明显 然后在不同领域上面 做结合的这个部分 也变得比以前明显 以前我们挑题目的时候 往往还是看主事者 他熟悉的老师 或他熟悉的育成 在意哪一个领域 他就做哪一个领域 但现在就是这种跨越特性 要越明显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事情 其实我是希望大家 继续保持着这种 解决社会问题的 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这样子的话呢 不管创业的过程 碰到什么样的挫折 或者是什么样子的颠簸 或者什么之类的 都可以知道说 其实是大家一起 然后来关心这样一个社会环境 然后一起把它做得更好 这个东西 对于社会产生的价值 本身就是价值 不管创业的这条路是怎么样 对于社会人物楼下的 接下来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